从中医来说 中风就像感受风邪一样 发病迅速 突然出现神风失语 肢体抽搐乏力麻木等症状 中风由感受外界风邪所致的 往往病情交亲 绝大部分与虚风内动有关 因为人体的气血消耗 导致人体阴阳 失调 阴不治阳 阳抗发疯 导致气血逆行 蒙蔽脑窍 可见神风失语 横立经络 经络气血不通 可见肢体乏力麻木 中风后难以痊愈 常见肢体乏力麻木 言语不利等后遗症 往往形成正气亏虚 弹着瘀血等邪气 阻止经络 而正需斜食病存的情况 中风之所以病情严重 死亡率高 自产率高 从病因病激来说 与人体脊损症虚有关 脊损症虚会导致阴阳的失调 内风旋动 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再加上内风旋动 可以导致气血逆乱 加弹着瘀血等邪气蒙蔽脑脚 横立经络 症虚邪时夹杂 虚邪一语伤症 肤症一语流邪 治疗相对棘手 反病以防为先 特别像中风这样的疑难重症 知道的病因病激 也就知道的防治的方法 劳逸结合 防止脊损症虚 保养阳气 以防体内弹着于瘀血 调脏情质 以防气血逆乱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